我们这一堂是要讲到是植物当它冒出头来 到了出土以后 它的这个聚焦阶段是怎么样 聚焦的阶段里头有两个 一个是聚焦的构想 另外一个是行动的计划 构想是要靠直觉的 计划是要靠知识的 我把那个构想把它变成 它就是一个目标 那么所以这个目标再加上行动 就是一个聚焦的一个过程 聚焦阶段总之继续要长大 它有两个目的 四个成长的原则 三个成长的方法 第一个目的就是设定目标 第二个是要能够推展行动 成长的原则有四个 展业的原则 开花的原则 结果的原则 生死的原则 什么叫做生死的原则 就是说我们有了一个果子 这个果子不会就长在那里 然后就不动 这个果子最后要死掉 因为这个果子最后没有死掉 它的种子就不会活过来 这些方式是我们在成长原则里头的一些概念 那至于成长的方法 及时的知识 第二个方法是授权承办 第三个就是行销的设计 那把它反过回来想 我们自己在做设计思考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利用这样自然界 告诉我们的这些方式 变成是一个智慧 我们去学习 所以我们在做设计思考的时候 为什么我特别去 要把设计思考变成是一个开花结果的过程 并不是为了要比喻 而是为了要各位真正的去体会 所以聚焦是设计思考 展业开花结果的必经途径 所以两阶段 模糊跟聚焦都非常重要 你不能够去忽视它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